9月7日 全国人大公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征求社会意见 里面的第34条引发了高度争议 这一条内容如下 第34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或者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一、在公共场所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的 二、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 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 三、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 四、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 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的 五、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六、侵占、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 争议的主要是第二条和第三条 首先,我认为这次修订的影响其实没这么大 既不会像有些人希望的 用这个条款把反贼们都给举起来 也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 吃个日料、穿个和服 就算是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了 这个条款通过了 天也不会塌下来 没通过也照样能整治某些不良行为 当然,更理想的选择是 修订一下、定义的更清晰 修订的更完善 减少基层执行时的不确定性 对于在公共场所做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的事情 以前照样是有惩罚的 在旧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类似的行为是通过认定为 寻衅滋事或者扰乱公共秩序来认定的 第23条规定了扰乱公共秩序 28条规定了寻衅滋事 过去,穿日本军服 在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场所拍照 照样会以寻衅滋事为名拘留 所以,我认为有没有这个条款 其实没太大区别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的的行为 之前一样会以其他理由被惩罚 司法解释也明确过 网络属于公共场所 网络上搞事 也属于寻衅滋事 寻衅滋事这个罪 确实是口袋罪 把一些其他法条无法处理的事情 装到这里面 未来发展的趋势是 用更清晰更细致的法条 把本来装到大口袋的罪行 挪到小口袋来处罚 大方向 这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新的34条 似乎还是不那么清晰 为什么这个条款不能定义的更清晰 不能明确列举出 什么是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的行为呢 大家也知道 法律也不是能事无巨细的 把所有细节都写清楚的 所以才会有口袋罪 拿公共场合穿和服这件事举例 非敏感日期 非敏感地点 公共场所穿和服 我认为完全合法合规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 也不会太在意这个事情 自己可能不喜欢 讨厌这种行为 自己不会做 但说公共场所穿和服就是犯法 大多数中国人也不会这么极端 但是12月13日 国家公祭日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门口 穿和服跳舞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无法接受 认为这种行为是刻意挑衅 社会道德底线不合法 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 拘留几天应该不算太过分 然而 在这两者之间有无数的可能 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 在大屠杀纪念馆门口穿和服不合法 那南京其他地方和不合法 在上海和不合法 广州和不合法 如果法律规定 12月13日 所有公共场所穿和服都不合法 12日呢 14日呢 8月15日呢 如果穿和服合法 穿日本军装合不合法 日本军装又如何认定 看上去像 但细节不一样 算不算日本军装呢 法律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规定的这么细致 那么怎么办呢 还是得具体分析 看一线执法人员的判断 造成混乱 影响恶劣 扰乱秩序 就要被处罚 如果只是自娱自乐 对他人无影响 也就算了 穿一件万圣节的满身是血的衣服 在地铁站把小朋友吓得哇哇大哭 造成混乱 影响恶劣 扰乱秩序 虽然不算情节严重 不会被判刑 但是被拘留几天 也算合理处罚 2014年 上海就有一个案例 同样的衣服 如果没碰到小朋友 没造成恶劣影响 也就没人管 世界上没有两全的事情 不放过一个坏人 就一定会冤枉好人 不冤枉一个好人 就一定会放过坏人 口袋罪 想把所有坏人都装进去 就只能宽泛模糊 依靠办案人主观判断 就很难避免在一些特殊情况中 把好人也牵连上 要说法律模糊 那基于判例法的英美法系更模糊 法律大部分语焉不详 怎么判全靠历史形成的各种判例 英美法系的鼻祖 大英帝国 到现在 国家也没有一部成文宪法 不也顺顺利利过了这么多年 有些人士认为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是内涵极为模糊的概念 由于处罚标准模糊 势必导致行政权力的选择性执法 容易出现滥权现象 这句话我也同意 但看法律的修正是否合理 不能看清晰和模糊的绝对值 要看修正后 是否被修正前更清晰了 之前说过原先的类似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行为 使用扰乱公共秩序和寻衅滋事处罚的 相关的还有一个47条 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 或者在出版物 计算机信息网络中 刊载民族歧视 侮辱内容的 现在又单独列了一个新34条 新34条有争议的两个条款 一条是明确规定了 使公共场所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服饰标志已经到了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了中华民族感情的地步 还在公共场所引发关注 这算不算扰乱公共秩序呢 我个人觉得算是 如果没人为官 没人关注 没人举报 没形成于情 我相信警察也不会理不会管 警察管了处罚了 绝大多数情况是已经形成了一定影响 扰乱了秩序 另一条是制造传播传扬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了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言论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组成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了中华民族感情的东西 是不是也算民族歧视和侮辱呢 制造传播传扬 算不算寻衆姿势呢 如果问题严重 用口袋套也能套 照样能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 可以找查的地方太多了 比如裸露身体也可以拘留 也没写清楚 裸露到身体地方才能拘留 有这条 警察也没把穿短裙短裤的人都拘留进去 这条针对的是暴露狂色狼 但要抬杠也可以说是内涵模糊 处罚标准模糊 法律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要依靠一线执法人员的判断 要信任一线执法人员 美国的法律 给一线执法人员的权利远大于中国 美国警察如果认为你构成了威胁 完全可以一枪把你毙了 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 执法人员里面肯定有坏的 但是对犯罪嫌疑人都搞一罪从无 对执法人员也得默认是好人呀 像某些人一样 默认执法人员都是坏蛋 法律有漏洞执法人员就会滥用 只能建议他们尽快认去美国 见识一下美国的执法人员 如果不给一线执法人员基本的信任 把一线执法人员都假设成坏蛋 社会秩序就会崩塌 类似我们治安处罚的轻罪的判断 大部分国家也都比较模糊 依靠执法人员的判断 日本的侵犯罪法规定的比我们很多了 什么有手好闲的 无故携带刀具棍棒的 公共场所举止粗暴的 插队的 制造噪音的 乞讨的 乱扔垃圾的 贴小广告的 随地土壇的 裸露身体的 川普符合身份的专用服装的 一律都是轻罪 可以罚款而且拘留 当然 日本的实际执行也没这么严格 偶尔插个队 吵个架也不会马上被警察拷走 警察也没这么时间管所有这些事 原则上把大口袋中的处罚行为拿出来放到小口袋里 规定的更细致边界更清晰是正确的方向 新的34条 我个人认为比原先用扰乱公共秩序 寻衅滋事和民族歧视去判断是否处罚 是更清晰了一些 总体上还算是个进步 应列法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 把原先用寻衅滋事最判定的东西拿出来单独立法 规定的比以前更清晰了 在英列问题上的发言尺度也比以前更清晰了 当然 这种清晰 很多人并不乐意看到他们希望的还是模糊的 这样 有影响力有关系的人就可以随便侮辱英列而不受到处罚 当然 这个进步是否足够 我认为不够 还可以更清晰一点 应该在第二款和第三款后面加上造成不良影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扰乱公共秩序的 这样 处罚范围完全没有扩大 即使没有这条 扰乱公共秩序 也完全可以用原法律第23条处罚 新的条款 只明确了行为的类型 而没有扩大处罚范围 如果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没有扰乱公共秩序 那就没必要处罚 一个人自己在家里穿日本军装自娱自乐 只要不对外传播 管他作甚呢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造成不良影响 没有扰乱公共秩序 只是自娱自乐 那怎么能说是 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了 肯定先造成恶劣影响 才能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呀 修订法律目的 是要把寻衅滋事 这个大框框定的更严格一点 更清晰一点 新的惩罚还是要落在寻衅滋事 扰乱公共秩序的大框子里面 对这次修订 从大口袋往外拿的大方向是没错的 但我对当前条款也不满意 目前的条款是有改进空间的 如果能更清晰 不会扩大处罚范围就更好了 这次修订 形成了舆论热点 一堆人完面反对 大概有几种人 第一种是自媒体搞流量的 比如古某张某 第二种是朋友圈的行为艺术家 通过转发声明立场 表示众人皆罪我独醒的 第三种是认认真真提意见的 很少一部分人是第四种 哭爹喊娘说这个法律通过就天塌下来 国将布国回到几十年前的 这种就比较有趣了 老实说 正常人都知道 吃个日料 一般场合穿个和服拍照 根本不会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为啥这个法律触发了这些人的敏感点 跳得如此之高呢 也许他们的很多言论行为 本来的目的就是要损害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只不过这个阴暗的目的一直藏在他们心里不敢是人 这个条款直接把他们心中阴暗的目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所以才这么敏感 我们也一直有点奇怪 为啥总有些人不管写什么文章 最后都得带到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上 也许他们写文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呢 另外有些人一直在煽动一线执法人员与民众的对立 把一线执法人员都假设成坏蛋 一线执法人员里面肯定有坏人 但如果执法人员都是坏蛋 这个国家早就完蛋了 这第四种人 他们要的不是修改 而是彻底废除 甚至要把所有和寻衅姿势相关的条款都废除 即使是比较偏见制派的大V 完全支持这个条款的人也不算多数 人大的征求意见稿 修改几次也正常 记得公司法修订稿 好像已经第三次公事了 讨论还很多 但真实的民意 让人非常惊讶 北京新闻广播 在微博上发了一个问卷调查 这是一个媒体号 算比较中立 发问卷之前 在这个问题上表过态 基本态度是反对 引用了坚决反对的赵宏的话 文中是这样写的 什么意思 你在公共场合穿什么衣服 戴什么配饰 可能会受到限制了 因为这可能有损中华民族精神 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正是这一点 在网上引发了专家学者 普罗大众的普遍关注 舆论场上 有人明确反对 有人温和谏言 话里话外满是忧虑 归纳一下 人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这么几点 第一 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 什么是中华民族感情 在法理上有奇异 在程序上难确认 伤害后果难量化 在操作层面 这就把裁量权给了执法者 如果公职人员随意扩张解释和适用法律 会不会出现欲加之罪和患无辞的情况 第二 将含糊的概念列入法条 却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 可能助长部分执法者凭借个人喜好和长官意志随意抓人 导致行政权力的选择性执法给腐败创造新的空间 第三 法条的外延过于宽泛 最终可能指向在公园街区景点穿着抑郁服装的年轻人 甚至刺激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 苏州和服事件大妈咒骂cosplay小姑娘 诸如此类的事情因见不远 所以有学者担心这样的修法草案可能加剧与一些国家的对立情绪导致外交上的被动 那么冒犯民族感情该不该入罪入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认为 并不是说冒犯民族感情不应入罪入罚 只是立法者对冒犯民族感情加以规定时必须要对多种利益进行全面检视和权衡 如果对冒犯的严重程度过高估计 对冒犯的行为过度解释很容易造成对个人自由的过度压制 有损民族精神 伤害民族感情作为相对抽象的观念 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被公职人员的个人认知所替代 从而演变为对他人开启道德审判 甚至发动国家惩罚的工具 对此不得不警惕 这场争论注定会持续下去 要说的是民族感情必须要保护 同时立法必须要审慎 全国人大对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的意见征集工作 将持续到9月30日 期待全国人大能重视公众的担忧 保护民众的权利 修法需要与时俱进 修法也要平衡社情民意 表完态之后 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结果如下 支持的占58% 反对的占38% 这个比例让我很惊讶 在发起投票的媒体表示反对的情况下 投票结果仍然是支持占据明显优势 58% 38%的这个支持率 在任何西方国家的全民投票中 都算是压倒性的优势了 我看了一下地域分布 这个投票中一线城市人口的比例明显大于正常水平 北京上海人口各占全国不到2% 但这个投票分别占了11%和9% 北京上海的投票结果明显反对的更多 北京48%比47% 支持的勉强占了一点点优势 上海是中国大陆的调查省份中 应该唯一反对大于支持的 支持的46% 反对的48% 这一点和真实情况应该很类似 上海市民的特点是比较西方化和自由化 年龄越轻 支持的越多 80后 支持反对比例是50% 45% 90后 支持反对比例是60% 36% 00后 支持反对比例是66% 30% 年龄越轻 越倾向于建制派 这一点和我的理解也比较一致 虽然我知道 真实的民意和网络上看到的民意完全不一样 但这个结果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个条款确实写的不够好 应该修改 我也相信本来应该会修改 但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够好的条款 居然在网上还能得到多数支持 而这个多数支持 还是一个持反对态度的媒体发起的调查 调查取样也明显对反对一方有利 最早炒作这个话题的公众号 古老板得意洋洋的在昨天发了一篇文章 说自己多了不起 写了这篇文章之后 反馈意见的从5000多人增加到了15000人 现在已经5万人了 古老板自以为了不起 但他知道 这5万人里面有多少支持他 多少反对他的吗 他肯定以为这5万人都是支持他 反对新34条的 真的吗 之前讲过 人大征求意见 其实主要征求的是精英阶层 法学界人士的意见 网络征求意见只是走过场 公司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改了好几次都是法学界 精英阶层反对只能一次次修改 目前那个新公司法要求5年缴旗注册资本的事情 还在激烈辩论 还不知道再改不改 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 精英阶层的反对声浪 远远大于公司法修订草案 舆论影响力也大得多 本来按这个趋势 修改是大概率事件 但被古老板这么一炒作 要是5万条意见里面 60%以上都是支持的 那真是出了难题了 是听取互联网的民意反馈 坚持原样直接上还是听取专家 精英的意见 废除或修改呢 古老板会不会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呢 我不知道 历史上 这个网络征求意见都是走过场 精英法学界专家意见才是真正有用的 但古老板这么一炒作 形成舆情可能不太一样了 中国的某些自由派精英 一直头脑不清醒 对中国真实的大众民意完全没有认识 生存在自己的信息检防里而不自知 稍微对外界有点了解的 就哀叹30年启蒙失败 对外界完全一窍不通的 还在自明得意 另外 他们只知道反对 不知道如何改良 甚至为反对而反对 从来不会建设性的提意见 某些自由派精英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搞事经常搞出反效果 过去这样 现在还这样 给某些人一个建议 赶紧申请点经费 组织点水军 去人大刷意见 去微博刷投票吧 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炒作了愚情 适得其反 本来要改的 被你们一脚合反而不改了 这些人到处串联拉帮结派 搞得声势浩大 狠得民心的样子 一看还就是从前的那些老面孔 扒开他们的法律人士 自由学者假面具 里面全都是腐臭不堪的古墓派公知 只是个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他们就忙不迭地跳出来预言什么被滥用 极端民族主义 一副下出精神错乱的模样 34条 让你爱国 让你尊重革命烈士 让你尊重本民族文化 让你不要去粉纳粹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 放在整个国际社会 那也是最正确的普世价值呀 你有什么不服的 反纳粹 反法西斯 当年联合国宪章里都认可的事情 你凭什么反对 莫非你就是想要恨国 侮辱烈士 搞逆向民族主义 支持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 如果你搞这些 那么活该被制裁啊 我们本来也该有一些法律条款 来管管某些事情 当年在紫禁山上穿日军军装 在四行仓库穿日本海军军装 车上贴着神风和731 疯狂刺激中国民众民族感情的重制们 难道不该付出代价吗 当年那些在互联网上造谣污蔑抹黑共和国英雄烈士 大搞历史虚无主义 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中华民族的X商派败类 难道不该付出代价吗 你当大家的记忆只有三秒吗 当年公知恨国党们一手遮天 造谣诽谤革命先烈 迫害普通爱国群众 把大家污名化成爱国贼 营销爱国有罪的日子才过去几年啊 某些人口口声声担心扩大化 担心民粹主义 甚至要拉穿西服 穿欧美潮牌 穿T恤的下水 到底谁在搞扩大化啊 到底谁才是民粹啊 34条离哪一条不让你穿西服T恤了 那一条不让你喝咖啡吃面包了 这不是被迫害妄想症 这是处心积虑 搅浑水 拉更多人战队 制造混乱和撕裂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这些套路大家见过不止一次了 历史上苏联解体前夕 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被美国收买的文化宣传官僚们 疯狂扭曲苏联的革命史 革命先烈和开国领袖被丑化 卓亚这样的英雄儿女被抹黑 地摊文学成为主流 造谣诽谤的小作文满天乱飞 把严肃的历史娱乐化 庸俗化 直接导致了思想混乱 意识形态崩塌 这事实还不够惊心动魄吗 某些大法党天天把法扛在头上 一副口含天线唯无独尊的样子 可他们永远都是在念死人的经书 贩卖自己的私货 完全不顾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 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 对于恨国党 汉奸 叛国者 意图颠覆者 就该除恶物禁 问题是 你们到底有没有卵子 敢不敢把自己想表达的真实想法说出来 在那里支支吾吾颠三倒四撤什么呢 有人真的侮辱英烈 搞逆向民族主义他们看不见 有人真的支持纳粹军国主义穿日本军装招摇过世 他们看不见 有人真的煽动民族仇恨 给反动派招魂 煽动颠覆政府 煽动分裂国家 他们假装看不见 为了立法稍微征求个意见 他们立马跳脚了 天天满嘴复读什么 全力关进笼子 你怎么不把那些天天想着颠覆国家 分裂国家的恨国党 反贼 间谍 先关进笼子呢 有人假惺惺说什么要防止扩大化 不要得罪中间派 实际上 目前对于这些危害国家安全 刺激民族情绪 撕裂社会的行为 连个立场鲜明的反对意见都没有 还谈什么极端和温和 什么中间派 或悉尼拉偏价的奇强派吗 还有人假惺惺惺担心引发民族主义 引发外交上的被动 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友邦惊诧吗 每日间谍长期渗透中国 刺探情报收买汉奸 搞和平演变 他们不惊诧 帝国主义长期对我们封锁敌视 军事包围 亚洲北约就在卧榻之侧 他们不惊诧 我们为了法律条文征求个意见 他们就惊诧莫名 哀叹国将布国了 抓过老鼠的人都知道 撒老鼠药的时候 正常人只会担心老鼠药能不能要死老鼠 而老鼠会吱吱乱叫 假惺惺的装作关心 要是被人误食怎么办 所以反对撒老鼠药 人为什么要和老鼠共情 如果你是个正常的中国人 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 你根本对这些事深恶痛绝 怎么可能去做 在这里顺便再提一下 最近一则令人唏嘘的消息 一名叫王毅的女记者 2020年润去了日本之后 长期衣食无拙 最后竟然活活的被饿死了 年仅37岁 而且更令人惊悚的是 她的死简直是在线直播 因为从几个月前 她就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 这样瘦弱的人 如果走在中国大街上 民政局恐怕要被骂死 中国的微博亡国一次 2023年竟然还有人饿死 实在是让人错愕 但我们也没必要替她难过 因为她死在了自己的理想国 她生前长期狂舔每日 却对把她养的白白胖胖的祖国恶语相加 她在润日之前就曾为约游教好 为分裂分子被捕教区 她经常用极为恶毒的语言形容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由于不堪入目 我就不贴图了 润到日本后更加变本加厉 甚至说和平中国没有几个无辜的这种混战化 7月7日 全国都在纪念抗战爆发 她却发帖悼念安倍晋三 虽然安倍不是那天被意识击毙的 大家也不要替她父母难过 因为她父母的心早已经被她伤透了 她父亲一直是恨日本的 她润日之后 父女更是形同路人 得知王毅去世的消息后 她的父母表现得很平静 甚至签下了一个放弃认领尸体的授权书 拒绝认诗 不承认王毅是他们的女儿 一个毕业于名校 本来应该有幸福生活的80后 竟然沦落至此 的确令人唏嘘 一些网友开始反思 结论竟然是读书改变命运 说她学了不该学的专业 新闻学 关注高考的朋友都知道 今年新闻学的名声 可以比肩中国男足 中国男蓝了 5月中旬 教育名师张雪峰 在聊起高考专业问题时说 如果自己孩子非要报新闻学 我一定会把她打晕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整体上各有各的理 就在这时候 另一件新闻事件爆发 更让新闻专业雪上加霜 那就是地铁污蔑偷拍事件 这位女主角张薇本科在河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读的 硕士是四川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读的 整个事件中 她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 利用各种流量技巧去欺负老师人 她还留下了几句横久远 永流传的名言 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 我就不用去维权了吗 非等发生什么 我才能说什么吗 张薇用一己之力 让本来就充满非议的新闻专业雪上加霜 更令人担忧的是 很多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领导 水平有限 三观扭曲 9月1日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张明新在学院2023年 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词 主题是新闻传播学的价值和底色 结果翻车了 她在致词中批判张雪峰 并试图证明新闻传播专业很好 结果拿著名公知曹林当本院优秀毕业生 曹林的很多言论可以说都不堪入目 就好比为了证明自己对美食有追求 拿了一抛屎当例子 这只能证明举例子的不是狗就是蛆 一个堂堂985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 竟然有如此品位 但总不得不为这些心生担心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 曹林八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还是中国记者节形象大变 错了 形象大事 由此可以看出 这个行业比足坛好不到哪去 我又想起了宋庚一事件 2021年12月14日 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后的第二天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 在课堂上公然否定日军的南京大屠杀 事件爆发后 很多高校的新闻传播教授 竟然公然给宋庚一喜地 包括北外国际新闻与传播系的展江 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杜俊飞 五大新闻系的许涛 川大文学与新闻学的张小元 此外 还有北师大新闻学院院长 玉国明幸灾乐祸 河南水灾 五大新闻系教授冯济海 拿918侮辱东北人民 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 整天说中国这不行那不行 说华为不是高科技企业 这么多工知 把持着中国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 中国的媒体行业怎么能好得了 所以张雪峰说 这个专业不好就业还算客气了 学这个专业可能把孩子给带坏了 十几年前 互联网上可以说是乌烟瘴气 各种谣言 虚假信息 负能量的段子 充斥着网络空间 在当时 印度 阿富汗和索马里 都能被描绘成天堂 而我们自己国家却一无是处 谁要是敢公开表达爱党或者爱国 在网上可能会被喷死 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郭敬明 一个是刘嘉玲 一个是赵雅之 一个是贵州前副省长陈明明 郭敬明 是一位80后作家 2012年 他发了一条个人感悟 表达自己的爱国立场 结果被骂了几万条 差点被骂成了网民中的先烈 刘嘉玲 2013年7月28日 发布了一张在天安门的留影照片 并配文字 48年 我终于来到了这里 东方红 我心中的太阳 随后遭到了恶毒的语言攻击 遭到上万水军围攻也就算了 某二流报纸让他谨言慎行 那个时候 微博上只有一种声音 就是公知 让人们觉得外国的月亮是最圆的 中国的一切都是腐朽没落的 赵雅之 2015年1月8日 发了一则微博 每次路过天安门 都会深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结果也惹祸上身 惨遭围攻 类似的还有很多 王宝强在毛泽东诞辰日 发表了一则纪念微博 结果也被骂成了响 王宝强最后没顶住压力 把微博给删了 2013年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的陈明明 转发了一则瞭望发布的消息 美国佛州发生枪击案7人死亡 结果没想到这下他戳了某些人的废管子 一来二去 形成了网络骂战 其中陈明明回了一句 一些不爱国者为败类 人渣 应该赶紧去美国 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 再次被卷入舆论的暴风中心 陈明明后来迫于压力 发表了有话好好说 从我做起的长文予以回应 称个别言语欠妥 有话好好说 从我做起 这就是十来年前的网络舆论环境 各路公知占据了网络话语权 段子满天飞 谣言四处传 网络暴力肆虐 历史虚无主义盛行 这让我想起了一位长者 关于新闻工作的点评 他关于新闻工作high level的论述 我认为很high level 他说 我现在对新闻有一个感觉 只要我们都尊重同一个事实 又允许不同的观点 另外一个 采访期间能够如实地 即表达他的观点 同时也把主人的观点 能够如实地描述 我认为这就是high level